在野党在上两届全国大选的网络战 比国阵占了更大的优势 提升了当时名联的支持率 迈入2018年大选年 社交媒体将再次成为网络政治战场 日前澳洲学者塔普赛尔表示 国阵在网络选战上进步许多 甚至有扭转局势的趋向 槟城博乐大学学院媒体系主任陈立威 也认同这个说法 认为国阵正在全力反击在野党 那是现在开始出现的 包括最近被炒作的 兵州首席部长的海底隧道的课题 变成他们处于那种防守的一个状态 以前是国阵在防守 在被攻击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他们也开始做video 做好的video 然后一些宣传品也是很好 而且他也开始做出对西门领袖的各种批评 也是很强有力的批评 是有相关的批评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不一样 相比国阵进步的情况 陈立威认为在野党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加上投废票论 以及反对前首相敦马哈迪 成为西蒙首相人选等等声让 也重重打击在野党 我觉得现在的选民的民情 这个知识水平也是有所提升了 他们对这个媒体的识别能力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那个 对西门的要求也逐渐的提高了 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渲染 和闪情就可以改变这个民情了 旧课题的重新操作 这样这个东西大家已经很累了 因为已经20多20年了 还在操作一个同样的东西 然后变成他没有办法带出 那种显明想要改变的气势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气氛了 跟505跟308的那种时候相比 陈立威指出西蒙当前需要解决的 不只是网络上的问题 也需要厘清各党之间的矛盾 来维持支持者的信心 我觉得西蒙现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网络上的很多一些 以前曾经是他们的中间支持者 的意见领袖已经反过来 质疑西蒙中的各种各样的 一些策略上的安排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要解决的是 那一方面的问题 而不是这个网络的问题 陈立威接着强调 网络选战的平台并不是问题 朝野双方必须重视课题和民情 才能实际赢得选民支持 MTVC冰城 财复到